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的进度 来我们继续看平衡的这个单元 KP跟KC之间它的关系是什么 平衡常数如果它是细态的话 我们是可以用KP来表示 但是也可以用KC来表示 然后KP跟KC之间存在一个关系 是什么关系 KP跟KC之间啊 有相等吗 那差在哪里 RT RT的什么 等款 这个有学过吗 有 有 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从如果假设它每一个 每一个reaction跟反应物跟产物 都是理想气体的话 我们稍微导一下好了 验证这件事情是对的 所以一般如果是平衡常数KC 你用沃尔浓度来表示的话 怎么表示 是不是这样 标准的写法 平衡常数的写法 好 然后呢 我们如果说假设每一个气体 现在都是理想气体 那它都遵循理想气体方程式 那C可以怎么描述 或是每一个浓度跟压力之间的关系 你要怎么描述 因为PV等于NRT嘛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 你的浓度是怎么描述的 浓度是不是每体积分支它的莫尔数 好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N除以V的话 应该是等于什么 P除以RT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你的浓度嘛 浓度 等于这个 那所以呢 你这边可以稍微 换另外一个方式来写 也就是C的浓度 可以等于什么 C的压力除以它的RT C的C次方 然后呢 D的压力除以RT的B次方 然后这边一样啊 A的压力 好 然后你把它再重新整理一下 你把RT都提出来好了 好 那就变成什么 PC的C次方 PB的B次方 PA的A次方 然后B的B次方 然后RT RT现在是等于什么 好 是不是变成C加B-A-B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就变成 这个是什么 就DeltaN嘛 这个是不是就DeltaN RT分支 对 C加 除以这个 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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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就变成是DeltaN 好 好 所以那个 KP跟KC 是之间的那个 关联性 好 然后平衡常数这边 其实我们认识平衡常数 已经很久了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平衡常数有没有单位 平衡常数有单位吗 没有 平衡常数没有单位 但是为什么没有单位 蛤被消掉吗 被什么消掉 被什么消掉 还有另外一个 你来想想看 我们在写平衡常数的时候 通常 那个什么 固体的浓度不会写进去 为什么 为什么 这边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活动 Activity 有听过吗 昨天有听过 很好 活度 解人写的话通常是小写的A 活度 好 那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再更精确一点 来描述平衡常数的话 大家现在都学过热力学了 所以 对热力学的概念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掌握 如果我们在讨论平衡常数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热力学的概念 同意吗 对不对 Delta G0 E ou 等于 等于 它其实是一个热力学上面的概念 那其实我们END 习惯在讲平衡常数 它的全名叫做热力学平衡常数 termal dynamic equilibrium constant 全名 它的正式的名稱 就像譬如說瑪莉 但是外國人 瑪莉 但是其實他們全名是很露露燈的 那K 它是熱力學平衡常數 那既然是熱力學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常都會有一個標準單位 標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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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其實K 它的正式的寫法呢 是應該要以活度 活度 來描述的 所謂的活度它就是 譬如說你現在用一個壓力 來描述氣體 壓力 但是它應該在描述平衡單位 平衡常數的時候是 它跟一個標準狀態的比值 來描述的 比值 就是真正的 the true equilibrium constant 或是全名的 the true thermal dynamic equilibrium constant 應該是要用活度來描述的 它應該是一個 它這個值 譬如說這個壓力 或這是一個 這個濃度 它跟一個標準狀態 i的比值 或者是濃度的話呢就是它一個標準的濃度 所以 我們這邊給活度的定義 這個就是這個筆值 這個筆值 所以這個 activity A 它併譯的 就是譬如說壓力的時候 它是P 所以它的reference 那麼因為 通常以氣體來講 它的reference 參考的值 就是EATM 剛剛好EATM 所以通常會不寫出來 或者呢 concentration 它也是它 比上它的一個 嗯 標準 參考的 一個state 好 那 這有什麼意義 它會 它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如果 如果它現在是 我們從壓力來描述 對 對於pressure來講 對於氣體的話 它的標準 的 參考 就是EATM 所以 剛剛那個K 它其實我們應該是要用 活度來寫的 就是AC 的C次方 AB 的B次方 所以這個是正式的 鄭重跟大家介紹 這個其實是正式的 熱力學平衡常數的寫法 應該是要以活度來描述 要以活度 那它因為現在是 如果從氣體來看 那活度應該是什麼 A的 C的 A的話 C的活度應該是什麼 PC 除以它的一個參考 參考的壓力 所以是p reference 的C次方 B的 B的 B次方 然後一樣 這邊是A 我這邊為什麼是2 好 所以這個是它的正式的寫法 那因為對於氣體來講 它的參考State 參考的一個標準狀態 是一大氣壓 所以這邊都是帶1 好 這邊 那因為它標準狀態 參考的標準狀態是1 所以 所以 就衍生出KP 就只剩下它的壓力 就變成這樣子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 所以 這個CD A跟ABCD 這些 它們其實 ΔN不見得會是0 對不對 ΔN不見得會是0 但是為什麼最後 平衡常數會是沒有單位的 原因就在這邊 因為它其實真正在描述的是一個比值 所以你壓力的單位 壓力壓力這邊就消掉了 這邊也消掉了 這邊 所以變成它最後的K 是一個沒有單位的值 好 那一樣喔 對於一個 容易態 或者是你如果現在描述的K 是KC 你是用它的那個 molar來描述的時候 比如說 每liter多少more來描述的時候 那它的reference state 就是1 1 liter per more 好 好 就是剛好是1 所以對於如果是一個 它是濃度的時候 它其實應該也是一樣 是同樣這個熱力學的描述方法 這個才是它最正統的描述方法 那你如果現在要用它的濃度來寫 其實應該是這樣寫 C 除上C 它的reference state 然後 它的這個 然後 D的 除以它的reference state 然後 那因為reference state 就是1嘛 1m 都是1 所以這邊也是消掉 最後就只剩下它這個 本身濃度的描述方法 所以 簡化 這個 之後就變成是剩下這個 變成這樣 那如果是一些非雲相的反應 比如說有固體或者是純液體 出現在式子當中的時候呢 那固體的標準狀態是什麼 它的參考狀態就是純的這個固體 那液體的話呢就是純的這個液體 對於純的固體 或者是液體 它的reference state 就是這個純的固體本身 所以對於固體來講它的活度是多少 就是1 或者是呢 純的液體的時候 就是它的reference state就是它自己 它就是1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看這邊這個 舉例 比如說CACO3 CAL CO2 好 這個是固體嘛 CACO3 固體 這個呢 固體 這個呢 氣體 我們平常習以為常的 我們會看到這個式子 就是說它的K 應該是什麼 KP就是P的CO2 對不對 或者呢 我們如果用KC描述的話 那就是CO2的濃度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沒有出現呢 這個沒有 為什麼沒有出現 你如果從它的官方的描述方法 它的KP應該要怎麼寫 所以應該要是A的CO 都是要用活度 A的CO2的A 除以 CACO3的A 好 那 因為這個是固體嘛 這個也是固體 那我們剛剛說的固體 它的reference state就是它自己 所以它的活度變成是1 活度是1 都是要有一個reference state 那這邊因為是固體 所以這邊變1 那這邊因為是固體 這個呢 是它自己 所以它也變1 然後這邊的話呢 它的reference state 也是1 它的reference CO2的reference state 就是1 它用每litermore 這邊是1 所以變成 所以變成 KP變成什麼 1 乘上 CO2 它的reference state 1嘛 它下面這個也是1 所以簡化之後 就變成這個 我們要用K 你要用KC或KP都可以 就變成這個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KP來描述 那你用KP來寫的時候 就變成是變成是PCO2 它的CO2的分牙 好 哪裡 HETEROG N E O U S 你說哪裡哪裡 HETERO 這邊這邊 HETERO 好 所以要有活度的這一個概念 進來了之後 你就能夠理解 終於懂 為什麼K 它是沒有單位的 因為它其實 每一個 每一個濃度的寫法 它其實都是應該用活度 來描述 然後它會有一個reference state 以氣體來講 它的reference state 就是EATM 以濃度來講 它的reference state 就是EM 一大M 或是一liter per mole 那麼對於 純的液體 或純的固體來講 它的reference state 就是它自己 就是這個純的solid 或純的liquid 所以我們去描述 thermodynamic的平衡常數的時候 你一旦用活度來描述 你就可以知道 這邊如果它是一個固體的話 它這邊會被消掉 變成依舊沒有出現 它就對於整個平衡常數的大小 就不會有影響 純的液體 比如說溶溶態 而不是水溶液狀態 Bulk 比如說現在是一個岩 NACL 它是你把它加到幾千度 把它融化 融化 而不是在水溶液 你那種純的 純粹的狀態的時候 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第六章的內容 基本上對於平衡的一些基本概念 應該也都要有 我們那個活度的介紹就在六至三這邊 然後六至四是 六至四吧 六至四的活度 然後六至五這邊是非雲相的平衡 再來六至六 它就是在講Q跟K的關係 那這邊的話 我們從熱力學那邊已經看過了 好 然後一些簡單的平衡的題目 還有熱殺策略原理 六至八至熱殺策略原理 好 這一些 有大概幫大家複習過 你看 好 所以這邊有沒有問題 六至九這邊是討論到說 如果對於真實氣體 那可能會需要一個修正的因子 所以它比如說 那個在描寫活度的時候 前面會再加一個因素因子 那個Gamma這邊 你看一下229頁 229頁這邊 有時候它會前面加一個Gamma 這個Gamma叫做活度係數 Activity coefficient 它是針對如果這個氣體 它不是理想氣體的時候 那前面要乘一個值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 Gamma is called activity coefficient 去correct for correcting 你看到的這個observation to the ideal value 我們那個同性互融這邊 今天還沒時間講到 所以討論 討論 討論 討論太久了 那就下個禮拜再講